好 大家好 你们做好练习了吗 练习我已经 在那个Google Classroom了 还没有做练习的人 不要请看这个video 一定要做好练习才可以看哦 OK 好 它现在第一题 我们去看第一题 第一题讲 它是一个东西的特征 X东西的特征 X 它是一个Tread-like Structure Tread-like Structure 好像很熟哦像一条一条毛线 它的意思是这样子啊 然后呢 它是一配一配的 这么着笔这样除哦 它是一配一配的 它是一配一配的 然后呢 它是在哪里可以找到 在我们的Nucleus里面可以找到 在Nucleus可以找到 它是一配一配的 在Nucleus of Somatic Cell 在身体的细胞 然后是在Nucleus 就是在那个细胞的中心那边可以找到的 细胞核啊叫做 什么是X X是什么 X是什么 X的话是什么 X就是 答案就是 X是Chromosome X是Chromosome Chromosome是什么记得吗 染色体啊 染色体啊 记得啊 Chromosome是染色体 经常会听到这个字 当你看戏的时候 可能会听到这些染色体啊 可能你看那种 家产的戏啊 那种 遗产啊 要看爸爸妈妈 是不是他的真正的孩子啊 什么那种 就是会有看到这做DNA啊 Chromosome啊 染色体 OK 然后他讲以下呢 这个图片呢 是一个cell来的啦 OK Structure of the cell OK X是什么 X是什么 OK 所以一开始就是cell cell里面有Nucleus Nucleus里面就有这个 这个就是一个 OK X呢 OK 它就有那个Chromosome Chromosome呢 是Made of DNA 在DNA当中 一个section 一个section X呢 就是Gene OK 基因 Gene 所以这是Gene来的 基因来的 所以呢 这个X的function是什么 它就是带有这个 Genetic material 基因哦 OK 它是基因哦 它带有这个 基因Genetic material OK 然后 所以第二题答案是 B OK 基因啊 然后呢 我们去下一题 第三题 它讲 OK 哪一个process of cell division 哪一个细胞的分裂呢 是有增加increase the number of cell 就是为增加那个cell 呃 细胞的数量 或者是Pernambahan bilangan cell 增加细胞的数量 的cell division 的Pernambahan cell 是哪一个 OK 我们学的是只有两个 Mamethosis跟Methosis 哪一个是用来增加细胞的数量的 答案是 登登 A 记得吗 Methosis呢 就是produce new cell 产生新的细胞 然后是for growth and reproduction for growth 尤其最重要是for growth 就是for Pertumbahan 成长的 所以它增加那些细胞就是成长 人会越变越高啊 越变越肥 肥比较难讲 越变越高 从小孩子 越变越高 变大人 越变越高啊 就是因为我们的细胞的产生 然后细胞是通过 怎样产生呢 就是通过这个Methosis OK 通过Methosis 然后呢 产生了新的细胞 然后增加细胞的数量 所以呢 小孩子呢才会越长越高 越长越高 OK 所以第三题答案是A OK 然后呢 我们去看下一题 第四题 它叫 那 OK 以下呢 the diagram below OK P它叫 这个是process P啊 这个process P 是什么process 你看啊 它们 重叠 重叠 然后呢 它们交换那个 交换那个 基因 所以这个叫做 crossing over OK 英文叫crossing over 马来文叫做 pintasilang OK 马来文叫pintasilang 英文我们叫crossing over OK 它讲那个 the importance 是什么 它的重要性 是什么 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个 crossing over 或者是 pintasilang 就是我们要交换这个 基因 就是因为我们要 produce variation 就是每一个 就是 就是为了 产生的一个变化 就是每一个人呢 都会有自己的变化 产生的一个差别 就是 如果没有这个 variation啊 就每一个人都 长得同一张脸 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 crossing over 就是让我们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特征 都有不一样的地方 OK 这就是 就是 crossing over的重要性 就是要produce variation variacy 就是变化 OK 每一个人都有差别 变化 不同 差异 这样子 OK 然后呢 我们去看下一题 第五题 OK 第五题是什么 sau tico 是讲一个 red skin cell OK 一个老鼠的 皮肤的细胞 OK 它讲它有 20对 20对 chromosome 20对 chromosome 所以它总共是有 20对 所以一对就是有两个 所以它总共是有多少对呢 总共 呃 总共是有多少个chromosome呢 就是它的皮肤细胞是有40个啊 皮肤细胞是有40个chromosome OK 是它的 还是有40个chromosome 然后 它讲 还有 它要找 你找那个chromosome的数量 在Gamets 跟在Zygote Ticus OK Gamets Gamets的话 它总共有40个嘛 Gamets是那个sperm 或者是Ovium 就是金子或软子的数量 金子或软子的数量 金子或软子的数量 就会HALF 对不对 所以40的HALF 就是20 所以这个答案 OK 所以答案 定C跟D 就可以割掉了咯 所以答案是A或B Gamets一定是一半的数量的 OK 这个Bassam很重要啊 Bassam啊 20配啊 所以总共是有40的啊 20对总共是有40个chromosome 所以Gamets这里呢 就会各自拿 Gamets呢 是HALF的嘛 HALF 或者是Separo 它只会拿到一半的数量 所以呢 是有20个 20个 Gamets会有20个chromosome 然后Zygote 什么是Zygote OK Zygote 用英 就是华语代表解释的话 是很 就是华语意思 我找过了 是一个很奇怪的词 我觉得你们应该也听不懂 OK我解释 Zygote呢 就是精子和卵子结合 OK 你们懂为什么结合啦 精子和卵子结合 OK 就是开始卵子嘛 然后精子这样 油油油油油油 就是进去了 跟卵子结合 然后产生的那个东西呢 产生一个细胞 然后这细胞就会开始长大 长大长大长大 然后就会变成baby OK 这个一开始它产生的 结合了的那个结合体啊 就是Zygote 所以一开始精子和卵子 都是有20个20个 然后Zygote 精子 精子20 卵子20 然后精子20 卵子20 结合了的 Zygote会有多少个 就是20加20 所以Zygote会有40 所以这个Zygote呢 它慢慢长大长大呢 就会变成baby 然后就哦 这个人怀孕了这样子 所以它会变成baby 它就是分裂分裂 长大就会变成baby 所以是40个 Zygote的话呢 Zygote的话呢 就会有40chromosome Gammate会有20chromosome OK 然后呢 我们去看第六题 第六题啊 第六题还要你排列 排列这个process OK 一开始是 一开始是 给这个我放大啊 OK 一开始是什么 一开始就是S哦 一开始是一条一条的 然后呢 它就变出 变短 S嘛 是变出变短 然后呢 它就进行了replicacy 它就 复制 变成这样子两个两个 复制 所以S过得到R 然后R过后呢 它们就会排列在 那个细胞的中心点 就是排列成一条线 在细胞的中心点 然后排列过后 它们就分裂 OK 它们就分开啊 分离啊 然后呢 就 向不同的方向 向反的方向移动 OK 向反的方向移动 所以呢 答案就是S RQP 这是一个metosis SRQP 所以答案是C OK 然后我们去看下一题 下一题 第七题 第七题它讲是一个process below the diagram below shows a process that occur in the cell 所以这是什么process啊 OK 它只有一次被妈妈这个分裂 只有一次 所以这是一个metosis 所以哪一个是不正确的 OK 我们看第一个 它maintain the number of chromosome B 两个chromosome Digga gan OK 对哦 就是它的数量是一样的 就是孩子的数量跟妈妈的数量是一样的 所以A 对 然后我们看B 它happen during the growth of a zygote 也是对的啊 就是 Zygote Zygote 已经是孩子了 就是已经是结合体 所以它可以算是一个somatic cell 好的 它已经是一个孩子了 好的 所以 它已经是一个somatic cell 结合在一起了 好的 所以呢 它成长的时候 其实就是这个结合体 成长的时候呢 就是通过这个metosis 它一直细胞分裂 进行 increased number of cells 就是它一直进行metosis分裂 分裂 然后就到最后 越来越多的细胞 然后细胞组成 它就开始有啊 Tissue 懂吗 效效效 效很多的成千少万的细胞呢 就会组成Tissue Tissue Gual system 这样子你们还记得吗 OK 所以呢 到最后才会变成一个baby 所以B呢 也是对的 然后我们去看C C的话 C是什么 它讲每一个parent cell 会produce两个doctor cell 都要metosis 是produce两个doctor cell的吗 所以 D是什么 它是产生在reproductive organ 错了 reproductive organ的是meiosis M E I O S I S 是meiosis OK 好的 然后我们去看下一题 然后我们去看下一题